分手好像也是这个组合耶 分手你会伤心对不对 分手的话 同时你的财富线会受伤 你的命线线会受伤 然后你的感情会受伤 所以分手要再加上 有杀心两个以上在里面 如果没有这么多杀心 只是一个话剂 那这个不会分开 只是它会有这样的迹象 它要分开这两件事情 我们常常碰到客人 会来问一个问题 就是老师 我会不会很远距离的爱情 那也会碰到说 老师 那个我男朋友在国外 我到底该不该跟他继续 或者是说 我会有一天 会不会他远走到国外 还有一种 就像片头这首歌一样 亲爱的你不在身边 其实我们都在台湾 但是呢 他常常不在身边 这首歌 我如果没有记错 刚开始啊 听说是拿来描写 空服员的心情 因为他常常要飞国外 然后呢 男友呢 没有办法陪伴着他 所以他只能在 异国的港口 然后思念着自己的情人 实际上我们上面 讲到的几种情况 其实啊 都是雷同的状况 也就是说 不管是 他是真实远距离爱情 你刚好去这座旅行 在美国认识着他 然后两个人觉得很适合 但最后你中间要回到台湾来 或者是 你们本来在台湾 然后他被调派到国外去了 或者是 你因为工作的关系 其实你必须到处去飞 那你相处的时间不多 这些情况呢 都会被示威是远距离的爱情 传统命运上面常会提到 距离这个事情好像说 我会不会嫁到别国 实际上我们常跟大家讲说 嫁到国外 这个东西是吊诡的 因为你怎么去分清楚国外 先不要讲在古代啊 国家的观念其实是很低的 在古代啊是疆域 就比如我们在念书的时候 唐朝的那个疆域 你如果稍微有一点历史基础 就是要说 他画出来的 我们小时候 看到那个地图画很大一块 没有 就是跨到中亚去啊 实际上呢 那并不是唐朝皇帝 真正统侠的地方 也就是我说真正统侠 他真的派了一个官在那边 然后收税 并不是 而是说 那个是他有影响力的地方 那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国界 这个其实是在 这个一战过后 才开始逐渐形成现在国家的观念 那我们常看到讲说 那个越南 你在秦朝 那北越对你来讲 就是国内了 那你如果在宋代南宋 那长江以北 那是其他国家了 所以我们基本上啊 不会去用 会不会嫁到国外这样的论店 而会去用 嫁到远方这样的论店 或谈远距离爱情这样的论店 这从盘上面怎么看呢 命盘上面啊 会有几个组合 代表的 这个是会有变动的 以及这个是会比较在远方的 哪几个组合呢 有命盘上面呢 四个边边的角落 隐身位还有四害位 这四个角落 叫四马地 通常指的是啊 会有比较多的变动 那再来 那程序位是瑞乐对公的 或者是在丑未未 击粮对公的 那这两个组合呢 也会代表是变动 那代表是变动的时候呢 基本上啊 我们在看说 我会不会有远方的爱情 其实有个很先决的条件啊 就我常跟客人说 我会不会远方的爱情的这件事情 其实是要先问你自己 你愿不愿意接受远方的爱情 有的人他就是觉得说 天妈的恋爱谈那么远 我顾都顾不到 那个男的包来干嘛 我才不要 那他即使有 他也会拒绝 或是他会考虑 所以第一个要件其实是 你接受这件事情 我们常说命盘上 讲的很多事都是 我们决定我们要怎么做 可是呢 大家很容易把它想成是 我会不会碰到这个事情 不是 绝大多数都是你决定了这个事 所以我会不会有远距的爱情 其实是因为 你接受这件事情 那你接受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你就会有这样的机会的出现 所以刚刚讲的那六种组合 在司马蒂的 然后呢 计量对拱的 日月对拱的 这个组合呢 如果刚好你的运线 命迁或者夫官放进去 命迁表示你有机会 往外走 有变动 往远方行 那你才有机会认识人嘛 对不对 不然你都在台北市 你怎么没办法认识美国人 你说老师那网恋呢 我们谈的是比较实质上的 我即使是因为网恋 我认识了美国人 那我会跟他碰面嘛 那我要愿意走到那么远去嘛 所以说命迁在条线上面 可是爱情的发生 第一个要件呢 叫做我有机会 我有机会这个事情叫做现象 所以它要是运线盘 哪一个流年的命迁 才在条线上面 同时间 有软洗心 同时间 我下面叠的是我的 大线夫妻宫 或者是本命夫妻宫 也就是说我天生的感情特质 以及我这十年的感情特质 影响主导了我今年的猪肘 然后我又愿意往外走 然后我又有恋爱的机会 那我当时就有那个异国恋的机会 那为什么要解释这一段呢 其实就是在于说 我们刚讲的第二种情况是 我本来就有男朋友 可是现在呢 他外派到国外去了 那这个情况就变成是说 我本来在这 刚刚前面讲的那几种组合里面 我本来可能是在那个 毛友卫啦 我可能本来是在那个 子午卫啊 我的复官线 或者命迁线在那边 尤其是复官 结果今年一换运线之后呢 我从我的流年夫妻宫 从子午卫走进来 这个程序卫了 那程序卫刚才是几两对拱 那就表示说呢 我本来好好的哦 一换了年之后呢 我的感情突然有了变动 那这样子也就有可能是 我本来有男朋友 今年他本来好好的 明年他外派到其他国家去 那我就变成隐居恋爱了 所以这就是我第二种情况 那第三种状况呢 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有各种各种的变化 那这个呢 也是跟他的情况雷同于第二种 因为你运线走进来之后呢 你的情感线上面一直有变动的状况 那他就会有很多变化情形出现 那就表示他不常在你身边 所以说 其实刚那几个点呢 都会代表了另外一半 不长期的跟在自己的旁边 当然这个论点其实适用在很多地方 小孩也是啦 父母也是啦 其实都是 所以说亲爱的不见得是你的情人 有可能是你的孩子 在碰到这种变动情况的时候呢 他就表示说他不容易呢 是常常陪伴着你的 有在上我们的课的 或者是说这个当天我频道的呢 这个时候可能你就会想到说 老师 可是分手好像也是这个组合耶 分手你会伤心对不对 分手的话 你同时你的财富线会受伤 你的命迁迁会受伤 然后你的感情会受伤 所以分手要再加上 有杀行两个以上在里面 如果没有这么大 没有这么多杀行 只是一个话记 那一个零星 或是一个陀螺 那这个不会分开 只是他会有这样的迹象 那有这样的迹象 倒要分开这两件事情 那你说老师 那这样不是很容易吗 啊对啊 有句戀爱 不是很容易就会分手了吗 所以亲爱的不在身边 但是你就要好好顾好他 免得在盘这么变动的情况之下 他就泡了 好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都可以守住自己身边的人